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同一家报道 打败胡歌繁花、赵丽颖与凤行收视夺冠 5月7日 大陆新浪微博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电视剧报告 这份热度排行前10名的榜单显示 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古装剧 与凤行夺得头筹 胡歌与唐烟搭档的繁花位居第二 赵丽颖与林更新领衔主演的与凤行播出后 不断刷新收视记录 不仅稳居收视冠军 而且根据中国云和平台数据调查 市占率已破32.2% 即每10个人打开电视或上网追录剧 就有3.2个人在看与凤行 可谓仙侠古装剧收视新天花版 以微博综合热度值高达98.82 夺得2024第一季度冠军 与凤行故事讲述 临界避仓王审礼 因逃婚受伤坠落人间 机缘巧合偶遇了下凡体验人间生活的 最后一位上古神行指 两人的命运自此开始纠缠 历经了各种内心纠葛与劫难 最终幸福在一起 该剧于2022年6月14日开机 同年11月杀青 2024年3月18日在 湖南卫视晚间黄金档首播 腾讯视频 芒果TV同步网播 女主角赵丽颖在该剧中 与不少演员为二搭 与男主角林更新 是继《楚桥传》后 时隔5年再度合作 与曾黎是继《青云之后》 时隔6年再度合作 与邱星志是继《新环诸葛哥后》 时隔11年再度合作 与王一瑶是继《加油霸实习生后》 时隔7年再度合作 与喉童江是继《追与传奇后》 时隔9年再度合作 参演该剧的周俊伟 曾因2022年11月 在微博发布A400纸被禁言 虽然他没附上任何文字 但似乎仍踩到中共官方的红线 事件源于去2022年11月24日晚 新疆乌鲁木齐因疫情封城 一居民楼门被铁丝锁死 导致至少10人在大火中丧生 引发中国各地爆发白纸运动 抗议中共极端的防疫措施 当时 大陆自媒体电影侦探社 在报道中称 禁言只是第一部 紧接着他们参与的影视作品 会受连累 要么被剪掉 要么换脸播出 星途就此止步 彻底沦为素人 而周俊伟当时已参演 但尚未播出的作品 就包括《与凤行》 以及白鹿 张灵鹤主演的《宁安如梦》 张楚涵主演的《孔雀城下小青衣》 因此他遭官方禁言的消息一出 不仅引发粉丝关切 连带赵丽颖 林更新等明星的粉丝 也担心新剧的播出 不容乐观 该剧现在顺利播出 估计是因为 该剧参演人数众多 而且与世事变换有关 由胡歌与唐嫣等上海籍演员主演的三十集电视剧《繁花》 是香港导演王家卫指导的首部电视剧 画面的光影美感 构图质感都超讲究 每个镜头都美得令人赞叹 该剧以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商战为背景 讲述了男星胡歌饰演的主角阿宝 从赤贫致富的故事 该剧去年底开始在中共官媒央视和网络平台播出后 热度惊人 掀起了上海旅游商机 让官媒几乎稳住影视剧带来的消费热 重振大陆衰落的经济 《繁花》以本季微博中的热度值94.46拿下第二名 有分析指 该剧大获成功 除了剧情和画面动人外 导演王家卫勾勒出当年那个充满营商活力的老上海 对照上海封城以来 中国经济一直疲软的窘境 恰恰成为官民都需要的安慰剂 另有分析认为 该剧避开了敏感的政治红线 因此并没有反映当时真实的上海和中国 而且繁花带动了一波商机 譬如上海和平饭店的英国繁花套房 曾开出一碗16888元人民币的高价 上海传统小吃排骨年糕的网络搜索量 一度暴增近十倍 旅游平台上上海私家团等产品订单 一度增长七成 中共官媒《经济日报》 曾在1月28日的一篇题为 《稳住影视剧带来的消费热》的评论文章中形容 上海这般久违的荣景 全败电视剧繁花所赐 此外 居静一 刘学义花奸令 以综合热度值91.04 获得第三名 陆媒的报道指 该剧可谓黑马剧 播出前似乎无人问津 无人看好 但不料开播时 该剧发布女性群像 女配角郑和惠子 怒斥不公平待遇 而炒高话题 郑和惠子 虽然是第二集就下线的女配角 却与留学艺的情侣搭档细抱红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而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